老婆拿我的救命钱给白月光治病 被我发现卡上的钱消失之后 也只是不耐烦的训斥 钱就是拿来用的 你怎么这么冷血后来又面对仅有的生存机会 老婆哭着对我说 他快要死了 我们把机会给他好不好就这样 我心脏衰竭 死在了医院 他以为能和白月光在一起了 结果 阴差阳错柳如妍的日记本上 写满了一句话 我长大以后一定要嫁给伊藤成人 可是伊藤成人却在五年前出了国 柳如妍阴差阳错嫁给了我 我在医院拿药的时候 看见了出差很久的老婆柳如妍 我躲在转角处 看着柳如妍深情地捧着 那个坐在轮椅上的男人的脸 不知道那个男人和他说了什么 他轻微地摇了摇头 仿佛不肯相信 眼泪在他眼眶里打转 最后一滴一滴地落下 我很久没有见到他哭着这么伤心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柳如妍抹了抹眼泪 他起身去推轮椅 而我也看到了那个男人精致的侧脸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就是伊藤成人 柳如妍最久也忘不了的白月光 他们青梅竹马 伊藤成人是柳如妍从小到大 一直暗恋的凌家哥哥 高中的时候 我无意间看到了柳如妍的日记本 上面用黑色签字笔写满了一句话 我一定要嫁给伊藤成人 如果不是五年前 伊藤成人突然出国 恐怕柳如妍一辈子都看不见 守护在他身后的我 我背靠墙壁 忍不住苦笑 心脏也止不住地抽痛 仿佛是被一只大手紧紧掐住 嘴唇变得污青 我艰难地拿出塑笑救星丸 到了两粒 放在舌下寒住 缓解这种极致的痛苦 可是还是忍不住地会去想 伊藤成人回来了 柳如妍又会怎样面对我们的婚姻呢 过了好久 久到我习惯了疼痛 我强忍着身体的不适 缓缓起身 扶着墙壁慢慢地走出了医院 抬眼望着天空 太阳依旧高高挂 我回想我和柳如妍的婚姻 却发现到底是阴差阳错 那时候是伊藤成人出国之后的一个月 他很伤心地跑去酒吧买醉 一直关注他的我 很不放心地跟了上去 他喝得不省人事 还被两个男人动手动脚 我上去和他们打了一架 额头被啤酒瓶扎得鲜血直流 可我始终把柳如妍护在身后 最后还是他们怕闹大退走了 我背着柳如妍去了酒店 简单地收拾了伤口之后 柳如妍突然在身后把我抱住 他身体滚烫 一直喊着热 柔软的触感一直紧贴着我的后背 他好像对亲密是有极大的渴望 我手经抱起 克服了很大的意志力才勉强推开他 他却一直缠着我 还在挣扎间 他迅速把自己包了得干净 如此反常 我意识到他可能中了药 可在他又一次缠上我亲吻我的时候 我还是忍不住渴望 趁人之危 一夜的荒唐过后 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面对他 柳如妍醒来之后 环抱着膝盖 把头埋起来 哭了好久好久 我想伸手摸摸他的头 又怕吓到他 柳如妍收拾好情绪之后 他竟然提出了要和我结婚 我本事不愿 男女之事本就是身为男生的我更占便宜 他却说 不是他 我跟谁结婚都一样就这样 我就像个小偷 偷来了这段不属于我的婚姻 婚后他也曾想和我一起培养感情 我们一起去买菜 一起做饭 为了他可以更好地打拼他的事业 我心甘情愿地为了他 回归家庭 做起来他的24小老公 那时候我做着他最喜欢吃的菜 他从身后抱住我 销声说道 老公 没有你的日子 我要怎么办呀 我转身刮了刮他小小的鼻子 发誓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他 又要给老婆做好吃的了 老板娘声音洪亮 把我从回忆里拽出 我指着最肥的那只甲鱼点头 是的 老板娘很麻利地帮我包起来 今天是柳如烟出差回来的日子 可是在医院看见的那一幕 让我有点不敢确定 他还会不会回来 我很喜欢做饭 做饭的时候会让我心情平静 可是我把做好的三菜一汤端上桌 柳如烟却还没有回来 我坐在椅子上等了很久 终于听见了 门被打开的声音 我眼里闪过一丝惊喜 迅速起身去迎接他 柳如烟看到我 就扑进我的怀里 他声音低沉 我知道他不开心了 我回抱住他 抬手摸了摸他的头发 老公 柳你真好 你不会离开我的 对把我忍不住的苦笑 却还是忍不住的安抚他 不会 做了你最喜欢的甲鱼汤 都凉了 我给你热热柳如烟 反手揽住我的胳膊 左右晃动地对我撒娇 我真幸福 有全世界最好的老公 如果我今天没有在医院 遇见柳如烟和伊藤成人 没有看见柳如烟 对伊藤成人的不舍 和掩埋在他眼底 几乎要一出的爱意 我真的会溺死在 他给我编织的甜美的梦里 不愿醒来 我愿意维持着 这自欺欺人的假象 逃避有用 但可耻 但是现实却会让你避无可避 柳如烟的手机屏幕亮起 我也没有很刻意地 去看打的人是谁 但是还是被我看见了 来电的人是伊藤成人 柳如烟有点心虚地看着我 想挂断 却被我阻止了 接吧 万一是救命的事呢 柳如烟听了我的话 面上闪过一丝慌张 拿起手机就接听了 不知道那边说了什么 柳如烟急得眼泪都出来了 他蹭一声就站起来 好 我马上到他顾不上和我说话 就急匆匆地拿起钥匙 慌乱间 还撞上了玄关上的花瓶 瓷器声音清脆 我怕他出事 也急忙站起来跟着 可是他跑得太快了 连拖鞋都忘记换了 我看着他不顾一切远去的背影 失落的情绪萦绕在我的胸口 医生说过的 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起伏 不然心脏会受不住 会疼 会死 可是下意识的忽视 才是最伤人的 说明他从来没把我和伊藤成 放在同等的位置 我永远是可以被随意放弃的那一方 心脏就像是被一只冰冷的大手攥住 痛得难以呼吸 我缓缓蹲下 艰难地拿起手机 打给了孝青 他是我的主治医生 也是唯一知道我生病的人 电话还没打通 我却已经晕了过去 醒来之后 我冷冷地看着洁白的天花板 旁边的小护士惊呼 你终于醒了 我去叫孝医生 我不由地笑了笑 鬼门关走了一遭 竟然有种洒脱 生命真是脆弱 一不小心就要死了 孝青很快就来了 他紧皱眉头 声音沉重 你的心脏已经快附和不住了 这次晕倒就是一个信号 你需要尽快住院治疗 我扯了扯嘴角 心想不行啊 我得回家给柳如烟做饭 他经常不按时吃饭 我要监督他呀 我无视孝青的建议 缓缓闭上眼睛 无声地拒绝 最终孝青也没再劝我 只是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可是我在医院待了一天一夜 也没收到柳如烟的一条短信 一个电话 我像块老树 像块石头 动也不动 只是坐在病床上 呆呆着拿着手机 原来 我消失了一天一夜 柳如烟也没有发现 他自那晚走了之后 就再没回了家 我心里生疼出一丝不甘 凭什么我要这样被他对待 可是下一刻柳如烟的电话就打来了 我听到了他抽屉的声音 还是忍不住的心疼 柳如烟声音哽咽 老公 医疼成人病了 很严重 他没别的亲人了 我想亲自照顾他 可是我也病了呀 我也需要照顾 如果他对我上点心 他就可以轻易看见茶桌上 随意摆放的塑校旧心丸 和放在床头柜里里的病情诊断书 归根结底是他不爱我 因为不爱所以漠不关心 他贪恋我对他的好 却也忘不掉追逐多年的白月光 他明白爱了他这么多年的我 不会轻易离开他 所以他肆意地践踏我的真心 可是凭什么我要一直迁就他 我疲惫地挂断电话 拖来的婚姻 还是还给伊藤成人吧 我决定和柳如烟离婚 我继伯达柳如烟 伊藤成人 就像是被困在诗词里的人 柳如烟继伯达出赵人 他们收尾呼应 而我主动退出 柳如烟的电话打来的时候 声音带着些许不耐烦 我就是想照顾他 你有必要要离婚吗 你就这么不相信我 他生病了 他说了很多指责我的话 我想沉默就是我最后的体面 其实他说的很对 我就是不信任他 与其说不信任倒不如说自卑 我不觉得我们五年的婚姻 能比得上他对爱 而不得白月光的执念 而电话一头的柳如烟 感觉真的很累 为什么他的丈夫 一点都不理解他 他就是想照顾一下 以前一起长大的林家哥哥 他并没有想离婚啊 为何夫妻间不能多一次信任 他每天又要上班 又要照顾伊藤成人 已经很累了 在这个接骨眼上 纪伯达不仅没有了以前的体贴 还在给他添乱 或许是纪伯达久久的沉默 让他有点赌气 他就是想争一口气 离就离 你以后不要后悔 他以为纪伯达会挽留他 结果没有 他只是平静地说了声 好好思一点也不在乎 反观他一说出口就后悔了 他十分生气地挂断了电话 我缓缓闭上眼睛 心脏又开始疼了 不过孝卿应该会为我感到高兴 毕竟我可以安心住院接受治疗了 之后的一周 我都在医院住着 我和柳如烟达成了口头的离婚协议 可是离婚协议书 他却一直没有寄回来 我请了个护工照顾我 不至于事事都要亲力亲为 其实我和伊藤成人就在同一个医院 只是我的友谊避开 我们始终没有见过面 只是没想到 柳如烟为了伊藤成人 可以这么不顾我们多年的夫妻情分 护工小心翼翼地走进病房 季先生 卡伤的余额不足 我有点不敢相信 不应该啊 上面的钱是每个月柳如烟给我的伙食费 和生活费 不至于住院一周就没了 柳如烟的工资很高 每个月都会往卡里打一万五左右 我给柳如烟打电话 询问卡上的钱都去哪里了 他的语气微微带着嘲讽 看来只有钱才能让你主动联系我 拿去用了 伊藤成人生病了 需要很多钱 我语气平静 实则内心早起千疮百孔 那是我应该得的钱 柳如烟却有些不耐烦地训斥我 钱没了我再挣给你就好了 你怎么这么冷血我没有收入 他不知道的是 那就是我唯一的救命钱 寒寒而终我平静地躺着病床上 望着天花板 眼角不由自主地流出一滴泪 很久很久没体验过 这种绝望了 上一次 这么绝望无助 还是我父母车祸去世的时候 看着他们二老冰冷地躺在病床上 我眼泪直流 无力地给他们磕头 那时候我和柳如烟才结婚两年 他牵着我的手和我一起磕头 柳如烟满脸心疼地和我说 还有我 我会一直陪着你 可是现在千言万语到最后就剩一句算了 我的私人账户上还有三万块 不多 我以前觉得永远都用不上这笔钱 我想等到我和柳如烟七年支养过去 拿这些钱给他买个礼物 现在我能动用的也就这笔钱了 我给护工支付了护工费 还交了部分医药费 最后就剩下八千块 没钱治什么病呢 我去办理了出院 孝青还在劝我 甚至提出可以帮我垫付医药费 却被我拒绝了 东西不多 就一个包 我领着他缓缓走出了住院大楼 却没想到遇见了推着伊藤成人散步的柳如烟 我们在林荫的大树下面对面相遇 这么久不见 柳如烟依旧面容精致 柳如烟推着伊藤成人走近 你是来找我和好的吗 伊藤成人紧张地牵住住柳如烟的手 看向我的眼神带着戒备 我不由得苦笑 不是 柳如烟面带怒气 好像对这个回答十分不满意 季博答 我要和别人结婚 你都不在意吗 伊藤成人惊喜地看向柳如烟 声音有点断断续续 如烟 真的吗 胸口仿佛被尖刀刺重 让我难以呼吸 多年夫妻他是懂怎么伤人心的 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 难受而又刺痛 停顿了许久 我艰难地开口 恭喜 祝你们百年好和柳如烟用力地扇了我一巴掌 雷若的身体 几乎都要往一边倒下 却被我用力站定 他眼眶里都是泪水 枯花了精致的眼妆 你混蛋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我在原地站了很久很久 风吹着落叶落下 清洁公爷爷 扫都扫不及 我用几乎都听不见的声音 说了句 好 只有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我突然想起社交网络上 那些博主喜欢用各种挑战吸人眼球 我也想做个挑战 挑战八千块能让我走多远 挑战我死在多少千里的路上 我回家又简单地收拾行李 简单地规划路线 就触发了旅行的终点是海边 如果不信的话 我还可以海藏 只是怕会不小心下到海边的人 我一定会找个隐秘的地方 我走了很多天 每个地方我都是住最便宜的清旅 我大概走边那个城市 记录下感受 然后就离开 下一站就是海边了 没想到在一天一夜的火车上接到了 刘如烟给我打来了无数的电话 我睡着了没有接听 等我清醒的时候 却发现他给我发了很多信息 他知道我病了 可是太晚了 我已经不想再见到他 大海真的很美 我赶上了海边的日落 还欣赏了海边的月色 夜里看海 风中释怀 可是劳累过度的身体 最终还是支撑不住 我倒在柔软的沙滩上 可笑的我还心想 有没有人帮我收尸啊 会不会随机吓到一对 夜里看海的小情侣 我以为我会死 只是迷糊糊的睁眼 好像看见了柳如烟 他哭得很伤心 然后我就又晕过去了 等我再次醒来 却发现真是柳如烟 他趴在我的病床旁睡着了 我轻微的动了动 没想到还是不小心吵到了他 柳如烟眼眼里闪过一丝惊喜 他赶紧按了呼叫铃 很快医生就过来了 又是一系列的检查 我都没能和柳如烟好好说说话 又被送回病房里 门外医生沉重地告知柳如烟 你丈夫已经错过了 最佳移植心脏的机会 如果再出现一次晕厥 他就受不住了柳如烟 仿佛受不了这个结果 身体摇摇欲坠 眼泪不自觉地滑落 医生 难道一点生存的希望都没有吗 医生摇了摇头 你也知道 我们这医疗设施有限 还是建议去江城医院 那里的心外科是王牌 柳如烟连忙答应 仿佛看到了一丝希望 我们就是江城人 只是我丈夫的身体 能够承受的了吗 走专业的医疗通道 可以 其实那次争吵过后 柳如烟赌气很久没有回家 他每天来医院看医疼成人 医疼成人的病情 也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离不开他 离婚协议书他签字 却没有寄给纪伯达 在他看来不算离婚 上次也只是他故意 弃纪伯达的 可是纪伯达却很多天 都没有找他 他不禁感到心慌意乱 他找了个借口回了家 里面却没有纪伯达的踪迹 纪伯达的东西 大部分都没有搬走 可是这一次 他的身上也常备有 柳如烟脑海里 闪过他一直忽视的细节 只是他不敢深思 他疯狂给纪伯达打电话 但都是无人接听 他崩溃的大哭 他好像意识到 他真的不能失去纪伯达 他看着家里的一切 最终他也看到了 床头柜里的病例本 遗传性心脏病 急需住院治疗 柳如烟身体止不住的颤抖 病例本轻飘飘地掉在地上 他回忆那天争吵 他竟然没发现纪伯达 苍白消瘦的脸 还有那单薄的身体 明明还是有点热的初秋 他却穿着一件外套 柳如烟接到海边医院 打来的电话时 他顾不上其他 慌张地赶了过去 路上他一直在想 如果没有了纪伯达 他要怎么办 当他看见躺着病床上 插着呼吸机 还有生命迹象的纪伯达 他只感觉到庆幸 庆幸他还活着 他最怕他来晚了 看到的是纪伯达的尸体 之后柳如烟未搂的病 忙上忙下 很快我们就踏上江城的土地 他一直不离不弃地 陪在我身边 就像是回到了 结婚的第三年之后 那时候有前面两年的基础 我们是越发恩爱 甚至周末都形影不离 直至到那天在医院 看见柳如烟和伊藤成人之前 我们的生活都很甜蜜 爱了那么多年的女人 怎么能说放下就放下 他只要回头对我好一点 我都会忍不住对他摇起白尾 可是镜中花 水中月 回来了 又不知道可以维持多久 柳小姐 你男朋友的心脏配型已经找到了 柳如烟推着我去心外科问诊的时候 孝卿就冒出这句话 柳如烟有点尴尬顿了一下 孝卿这才看清我的脸 他惊讶地看着我们 你愿意回来手术了 这是你的 柳如烟率先回答 这是我的丈夫 之前那个是我哥哥 我不由得有些开心 唇角也不自觉地扬起一丝微笑 孝卿具有些头大 他犹豫了一会 还是开口 纪伯达和伊先生的配型一致 两人都需要这颗心脏源 可是心脏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原本 是我先为季博达准备的 可是他之前放弃了手术 所以我才分配给伊先生柳如烟 听完这些话 犹如晴天霹雳 他难以接受地问孝卿 真的没有两全的办法吗 孝卿摇了摇头 我不由得有些紧张 两难的抉择 柳如烟到底会选择谁呢 最终柳如烟失魂落魄地 推着我出了办公室的大门 却没想到遇见了 在门口偷听的伊藤成人 他自己推着轮椅 想躲避却手脚笨重 来不及 伊藤成人低着头 眼眶微红 声音沉闷 如烟 我听说你回来了 就想来找你 既然你和他在一起 那我先走了伊藤成人 艰难地控制轮椅转身 身影孤单且落寞 最终柳如烟还是忍不住 上前抓住轮椅的把手 我先送他回病房 他一个人 我不太放心 我知道他这不是在征求我的意见 而是在通知我 来人之间 我明白伊藤成人对我的敌意 我看着他们远去的背景 嘴角勾起 心里却十分苦涩 好一步以退为进 我慢慢推动轮椅 我才没他这么弱 我自己也可以 我知道现在适当的示弱 对我有好处 可是我不想这么做 我回到病房等了很久很久 都没有等到柳如烟 我反复打开手机屏幕看时间 焦虑不安的情绪 缠住我的心脏 他们现在干嘛 柳如烟会不会在伊藤成人的苦肉计下 丢枪弃甲 然后轻易地把我放弃 毕竟白月光的杀伤力不容小觑 特别是那种病得要死的白月光 却没想到真的是一语成衬了 没有等到柳如烟 却等到了伊藤成人 他上下打量着我 眼里浮现一丝不屑 你就是趁我出国治病 趁虚而入的男小三 他在挑衅我 可是我却丝毫不觉得心痛 甚至还有点觉得幼稚 这个世界上能伤害到我的 只有柳如烟 我们是合法领证的夫妻 我平静地说道 伊藤成人却丝毫不在意 他浅笑一声 语气带着得意 那又怎样 他爱的人是我 离婚协议书他早就签了 他说我手术成功就和我结婚 他今后的世界不会有你的存在 被子底下的拳头忍不住窜紧 还是高估了自己 心脏微微刺痛 还是会被伊藤成人的垃圾化影响 我微微皱眉 嘴唇紧敏 我不想被伊藤成人看出 伊藤成人却弯着唇 笑得云淡风轻 你不知道吧 那颗心脏肯定是我的 我明天就可以手术 而你会等不到心的 然后心脏衰竭死亡 彻底消失在我们的世界里 消失在我们的世界 这句话一直营绕在我的心头 伴随着呼吸 他就像化作一条鞭子 不断地戳打我的心脏 伊藤成人炫耀够了 就叫人把他推了回去 你看他明明有护工照顾 还非要一个人 去孝亲办公室门口 演绎出苦肉计 伊藤成人其实并不是什么好人 当初他出国的时候 是和一个女孩子一起的 只是我一直没告诉柳如烟 伊柳如烟对伊藤成人的执着 我说了他也不会相信 反而会怪我污蔑伊藤成人的形象 因为我们一开始的身份 就是不对等的 可是我也心怀期盼 我期盼伊藤成人 刚刚和我说的都是假的 十一最后我疲惫地睡着了 可是又隐隐约约地听见 有人在哭 我迷糊地睁开眼睛 却发现是柳如烟 他肩膀不停地抖动 头发凌乱 刘海被泪水打湿 粘在了脸上 我支撑了身体坐起来 我知道他哭的原因 可能不是因为我 可是他这么伤心 我还是会心疼 怎么了 柳如烟 柳如烟缓缓地抬起头 眼里闪过一丝不忍 说话的声音断断续续 伊藤成人 晕倒了 医生说不进行手术会死 我们先把机会 让给他好不好 伊藤成人对自己真狠 不惜伤害自己的身体 来达到自己分目的 明明几个小时前 他还是健康得很 可是听了柳如烟的话 我突然觉得分愤怒 为什么又是我要给他让步 柳如烟难道不知道 给了他 我就会死吗 强烈地不甘心涌上心头 凭什么 我也很想活下去 可是看着柳如烟眼底的乌青 和疲惫不堪的模样 我还是松开了紧握的拳头 控制即将崩溃的情绪 装作不在意 救人命的事 不用问我了 道理都懂 可是我不愿意接受 我任命的躺下 背过去 不愿意再看他一眼 我恨他 恨他夺走了我活下去的希望 听说伊藤成人的手术很成功 柳如烟在我们两个病房间来回跑 自从那日之后 我再也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 我的身体也越来越虚弱 睡觉的时间越来越多 这一天我觉得好像是回光返照 精神都好了许多 我让护工推我去找孝青 坐在办公桌对面的孝青 握着笔的手停顿 复杂的看着我 你确定吗 我确定我决定把我的身体 所有完好的器官都捐出去 就当是为我来世转世投胎 积累福报 而柳如烟 我要让他余生都活在愧疚之中 这样才对得起我 我的心里才会好过 柳如烟对待感情犹豫不决 在我和伊藤成人之间来回跳动 以前爱可以让我去包容一切 我知道他放不下 可是没关系我愿意的 现在我们的爱消磨在他的犹豫不决中 我用我的死成全他 没有了我的阻碍 我相信他一定会很开心 他可以和伊藤成人顺理成章的在一起 可是却不一定会幸福 毕竟伊藤成人可不似表面那么简单 等他发现伊藤成人真面目的时候 他也许就会无限想念 我对他的好 然后他会不会难以释怀呢 昏暗的时间即将按下暂停键 我浑浑噩噩 好像是梦见了许久未见的父母 我们一家三口 在一座桥上相拥 妈妈红着眼眶 流出的眼泪是血红色的 可是我却丝毫不害怕 我竟然觉得愧疚 怎么让他们等了我这么久 但是我隐约有听见 有人在我耳边崩溃的大哭 我使劲使劲地睁开眼 却发现是竟然是柳如烟 我想努力挤出一个笑脸 却发现好难啊 我想和柳如烟说话 可是我的声音虚弱的几乎听不到 还好 他明白了我的意图 慌乱地把耳朵凑到我耳边 他滚烫的眼泪滴到我的脸上 我本想说我爱他 可是纵然要死了 我也不想原谅他 所以我艰难地吐出一句 我恨你 来生不见从此 我像穿堂的风 一抹浑浊的灵魂就此消失 继伯打死了 他的骨灰都不愿意留给我 他真的不想跟我再有一丝一毫的瓜葛 之后的每天我浑浑噩噩 他死前说他下辈子再也不想见到我 我就知道我对他的伤害太深了 是我的犹豫不决害死了他 是我的执念害死了他 他死后的一个月 我还是不肯接受 我在共同生活五年的房子里 抱着他的衬衫 崩溃大哭 愧疚的情绪被转化成对伊藤成人的怨恨 仿佛这样我就可以好受一些 他死后的三个月 我还是没能走出 我把自己封闭起来 守着我和他的回忆 却没想到伊藤成人和我求婚了 如果是五年前 我一定会很高兴 我会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小孩 可是我看着伊藤成人单膝下跪 眼睛里有对我的期待 我不由自主地想起纪波达的模样 那时候他也是为了我精心准备了一场求婚 可是那时候 我对他并没有多大的喜欢 所以勉勉强强 假装开心 可是现在我真的恨不得回到过去 扇自己几巴掌 曾经为什么不懂得珍惜呢 我最终还是拒绝了 让我没想到的是 伊藤成人在一个星期之后闪婚了 我仿佛受到了欺骗 我上门去质问伊藤成人 他却说 之前觉得你对我好 所以想和你结婚 可是你不领情 那我当然要追求自己的真爱 他就是我五年前出国的原因 看着眼前有点陌生的人 我不敢相信 伊藤成人还特别会往别人心口插到 你以为谁都像你那个傻子老公 事事都要迁就你啊 我浑身颤抖 扬起手重重地给了他一巴掌 鲜红的指印在伊藤成人脸上浮现 他眼神里几乎要把我冻穿 我以为他会还手 他却说 这一巴掌 就当还你了 他怎么说得这么轻而易举 那一瞬间我双目通红 我想和他同归于尽 而我也确实那么做了 早就想这么做了 都怪他要不是他 纪博达才不会死 失控的情绪 朝着一个出口拼命涌去 这是伊藤成人亲手给的 我把包里带的水果刀 刺进他的心脏 这是给纪博达他的心脏 有了他 他就能活下来了 我看着倒在血泊中的伊藤成人 他的眼里还带着不可置信 我突然感觉很畅快 我知道我疯了 杀人偿命 我知道的 我缓缓把刀拔出 流了好多血 好吓人 我才不要和伊藤成人一个死法呢 我打开伊藤成人家里的煤气灶 把自己锁在厨房里 嗯 这样死不至于太痛苦 就像是做一场梦 梦里我在纪博达身后和孟婆汤 她不让我跟着她 我悄悄的 全文完